吉安乡三所小学新调任校长 自发性的在调任第一天 前往吉安乡公所拜会乡长游淑珍 期盼可以达成初步共识和默契 现乡协力营造出多元式性的教学环境 2号上午新校长调任的第一天 包括道乡国小校长陈池芳 光华国小校长张士玄 以及宜昌国小校长丁佳琪 都自发性的前往吉安乡公所 拜会乡长游淑珍 期盼能达成初步共识与默契 并将各校的优质传统延续下去 宜昌国小是一个很大型的学校 我会在学生的多元发展上着力 并且在弱势学生学习辅导上面 也就是教育部所推动的学习辅助 这两个重点来加强我们宜昌国小的学童 不论是在多元发展上面 以及学习辅助的这个部分 都能有很好的展现 在道向国小我会秉持着原来 我们的敦品力学之行合一 再配合我们学校原有的特色 在美感教育的部分 配合我们的稻田 就是我们的基业一号后面的稻田 我们有做了一个美乐地的美感基地 那道向国小呢在英语双语部分 我们也极力的推展 作为跟ETA合作 作为双语的发展 那希望能够把每个孩子都带得很好 照顾到每个孩子多元适性的发展 那光华国小是一个六班的学校 在吉安乡算是一个小而美的学校 那因为它离我们说的市区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会希望说未来能够往学生的那个记忆 尤其是在他们的外文 或是我们说的数位资讯方面的能力来有所发挥 那因为呢少子化的关系 其实我们光华区就是比较老年化 还有我们说的少子化的状况 所以会希望能够发展学生的记忆 让它具有未来的竞争力 我相信这些校长都未来会在吉安 为我们各个学校来铺陈最好最特别 而且呢最适性的教育给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谢谢这位校长 这几位校长非常用心 能够跟吉安乡公所一起来协力 当然县乡合作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在吉安的推展上面 也要有专业的教育跟学校来做推展 吉安乡各校智力发展一校一特色 一人一才艺的目标 市长们循循善诱 因才施教 让孩子们都可以在快乐中学习 乡长由淑珍表示 学校的规模不代表绝对的竞争力 期盼有更多家长能让孩子安心留在吉安 就近就学 以校以特色 用心培育 吉安乡加油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导